音乐 音乐 现在念佛成就最殊胜的方法 是地险老和尚 教过路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好啊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精进念佛 但是念累了 你可以躺着床上休息 休息好了 起来接着三年 不分周夜 这个方法非常适合现代人 不管白天晚上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醒过来 接着三年 在念佛堂 穿海青 睡的时候 海青不要拖 真正是休息一会儿 一醒过来 马上就跟大众一起念佛 这个方法好 念佛堂里面 有精心 精心绕佛 以绕佛为主 那就这就是佛堂三位 绕累了 可以坐下来 坐下来跟着念 绕佛出身 站着念佛出身 坐下来不出身 出身伤气 坐下来 跟着大家一起默念 就是不出身 口动 没有声音 你看 咕噜将用这个方法 成功了 欲知实战 持智 自在往生 这个方法可以修 我觉得 没有丝毫 有压力 一个人可以修 大众在一起 也可以修 念佛堂分三个区 有绕佛的 佛像功德当中 有绕佛的 有直径的 直径 坐下来念 直径 最好是面壁 面对墙壁 不要看别的东西 默念不出身影 还有 精神提不起来的 打瞌睡的 拜佛 拜佛 口里默念 不要出身影 拜佛在佛像当中 化成三个区域 这个方法 我们过去在美国 加拿大 提倡 很多 道场 都这样做 做得很有效果 大家都非常欢喜 这种念佛方法 那么功夫得力 权在真诚 恭敬 真心切愿 没有丝毫怀疑 借齐念佛 一个齐 两个齐 三个齐 都可以 借齐念佛 之前呢 最好 读无量寿经 当然更好的 是听无量寿经 把无量寿经 多听几遍 振掌心心 让我们对极乐世界 多认识 我们念佛的时候 生欢喜心 真正发愿 求生 净土 这个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